其實量化寬鬆不是美國所獨創的 2001年的時候 日本向經濟大規模地注入了35兆日元的資金 推動經濟 變為量化寬鬆 即是我們所說的QE 這個日本在迷失時代衍生出來的貨幣政策 自此之後 不同國家都藉著QE去帶動經濟 甚至走出低谷 例子是美國都實行了三次的QE 改善了由金融海嘯引發的經濟低潮 令經濟重返軌道 其實什麼是量化寬鬆呢? 普遍人都認為QE即是印銀子 但事實上是有分別的 其實QE即是一系列的賣債行動 我們說的印銀子 應該就是當中的成縮效應 整個QE可以分為幾個步驟 首先 每當美國希望買債或賣債的時候 都要經過聯儲局即FOMC的開會商討 然後當聯儲局通過會議就會執行部署 以買債即是放水或QE為例 企業都會通常發行債務 政府就會透過買入債務 將資金注入企業 這些債務無論在利率或年期上 都會比較彈性和優惠 當這些企業收到資金的時候 就會將資金傳入零售銀行或投資銀行 而銀行就會多了存款資金 就可以將這些資金再次借給社會不同的個人或團體 但留意 銀行是不可以將所有的資金全部借出去的 根據存款準備金的規定 要將某個百分比的資金留在銀行 例如存款準備金是10%的話 銀行只可以將90%的錢借給市場 例如銀行存款有1000元 就會將900元借出去的市場 100元留在銀行 市場人士就會將借回來的900元 作為消費或投資用途 以消費為例 店舖老闆Francis賺到900元的時候 就會將這900元傳入銀行 因此銀行就會多了存款900元 銀行又可以將這筆錢的90% 即810元借出市場 整個過程就是一種循環感如此類推 衍生出乘數效應 即是印銀行 即是怎樣由本來的1000元 變多900元 再變多810元 這就是印銀行的威力 因此當時美國政府借出的800多億資金 都是因為存款準備金 和乘數效應的關係 令市場充斥資金 這就是美國聯儲局怎樣運用量化寬鬆 產生的威力 總括來說 QE可以有效推動經濟 透過乘數效應將資金投入市場 但是QE的同時都是一把雙刃劍 因為政策運用了槓桿效益 如果經濟未如理想就會形成泡沫 爆破一法不可收拾 所以我們可以用來做一把雙刃劍 所以我們可以用來做一些雙刃劍